去玩水 看情况吧好吧 因为我这段时间的话 我主要还是想把我的内涵稍微提高一点 好吧 还有30秒就开抽奖了呀 我这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会比较注重我自己的内涵 就是我可能会每天早睡早起 然后学习一下琴 弹弹琴 然后学学歌 给自己订一点小目标 每天去多学一些好听的歌 给大家唱 然后去弹 练一些曲子 给大家边弹边唱 然后或许再去 见一见声 去 对 就是去锻炼一下自己嘛 对 这段时间的话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把自己提升一下 嗯 还想去学一下做菜 所以我其实想学的还是很多的 其实我平时呢 就是做直播的话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我的好不要学习我的坏 知道吗 你们要好好的就是把我的好给学习 这种 我这种 嗯 嗯 就是那种有问题就喜欢提问啊 然后 这种爱学习的精神 你们就要学到 知道吗 不要就是天天学习我懒惰 懒惰的时候你们就当做没看到就好了 好不好 嗯 游泳的话游泳的话我是会游的 打跑球谁不会呢对不对你说对吧 我们套一个游泳圈的话也可以浮起来就包括我套浴缸的时候我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人是漂浮在这个水上的 其实我觉得游泳是很就是还是挺好学的可是我不太愿意游泳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身材太好了不太想露出去给别人看你知道吧 这种前凸后凸的身材还是就是不要给就是不熟悉的人看到 嗯 如果给他们看到可能别人就会觉得我很暴露 毕竟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嘛肯定还是要保守一点这种东西还是给男朋友看会比较好 嗯 对 嗯 嗯 哈哈哈哈 那不是我游泳的视频好吗 那不是我游泳的视频 笑了 不是 不是我挖泳 那个不是我 虽然他跟我撞山了但是 我不会游泳我还没有学到那一步呢 你们真的太看着起我了啦